那时耶稣上船 到回对岸 到了自己的城 那时人们拿着一个躺在小床上 袒满的人来找耶稣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德 就对那袒满的人说 孩子,放心,你的罪得赦了 在场的几个经师心里想 这人在说舍毒的话 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想法 便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有这些邪恶的想法 说你的罪得赦了 或者说你起来行走罢 那一样更容易呢 但为了使你们知道 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他转向那痰瘟的人说 起来,那起你的小床 回家去罢 那人就起来 回家去了 群众见了都畏惧 并光荣赞颂天主 因为他把这种权柄刺激了人们 就会把这种权柄刺激了